种秋季蔬菜我们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咱们东北地区秋豆角秋黄瓜 胡萝卜萝卜大白菜等等 应该差不多都已经开始种了啊 这个不是我自己瞎说的 因为最近咱们北方地区的小伙伴 就问我问题的这个咨询量啊 明显是多了很多 但我们长江沿岸地区的小伙伴们 就是大概在7月中旬左右 就是也可以开始种植了 那有一点就是需要提醒一下大家 就是如果你们当地现在的气温都已经到了 30七八度了都快40度了 那暂时就先不要去种植了 因为这个温度啊实在是太高了 那如果说温度只有这个30度多一点 那是可以去种植的 就是不过在这个出苗前 白天的这个高温阶段 还是需要做好这个防晒的工作啊 就是接下来呢再来详细的讲一讲 这个新手小伙伴一定要做好笔记啊 首先第一个就是别虫茶 很多新手小伙伴对这个虫茶呢是不太理解的 有的同一种蔬菜 你经常虫茶种植的话 就会导致它长势不好 病害很多等等 各种一系列的问题 给大家举个例子 就比如说你去年是在这块地方种了这个黄瓜 今年春天 不管种了什么其他的作物 到了秋天你再来种黄瓜 那这个就是虫茶 其他的作物也都是一样的啊 都是这个道理 所以这个秋季种植我们这个蔬菜之前 一定要先安排好茶口 就尽量不要去虫茶种植 如果说实在没有地方种了怎么办 你翻地的时候 或者是种植的时候 用那个厄梅林喷洒一下土壤 或者是在这个底肥当中 混合一些那个枯草牙包杆菌 木梅菌等等 来减少虫茶导致的危害 第二个就是种植前先翻地 秋季蔬菜嘛 最好在种植前三天左右 就把这个土壤给它翻根一遍 让这个强光啊 给它曝晒几天 这样就有很多的好处 首先第一个呢 就是你 生翻细根 是能够增加土层的这个厚度的 来输松土壤 第二个就是通过这个太阳的曝晒啊 能够减少土壤当中 一部分那个虫卵和病菌 第三个就是有利于 这个蔬菜根系的发育生长 所以这个秋天 你不管是种什么蔬菜 种植之前 咱们先把这个土壤给它翻根好 才能够为你的蔬菜 就是打上一个好的生长基础环境 那如果说有机肥充足的话 可以在翻根的时候 施入这个底肥 把有机肥混合到土壤里面去 第三个就是把肥料和种子 给它准备好 那你种植蔬菜 种子和肥料 是不能缺少的两样东西 对吧 咱们必须要先提前给它准备好啊 种子呢 就要根据你们当地的这个气候 还有个人喜好来选择 选择你们 就是适合你们当地气候的种子 而且就不要贪图便宜 要买一些正规原包装的种子 不要买那些闪称的和那个分装的种子 种的时候呢 所有要用的肥料也提前给它准备好 尤其就是那个有机肥 如果说是你们自己制作的那个有机肥 一定要充分发酵好 如果说自己没有 那我家的那款那个颗粒有机肥 也是非常好的 就是大家可以放心的去使用 然后第四个就是咱们这个 要看天播种 种植秋季蔬菜 因为这个温度很高嘛 光照很强 雨水也很大 种植之前呢 咱们先看一下这个天气预报 根据最近的天气预报来安排种植 比如说这个近两天 有那种大道暴雨 那咱们就等一等 等到下完雨之后再去种 因为你种完之后 如果说一下下大雨 就会导致你的土壤板结 种子呢 出苗就会很困难 如果说是在种植时间之内 一时半会儿也没有雨 那咱们就是种的时候 一定要多浇水 就是做好这个保湿的工作 避免说种上以后 土壤出现什么干旱的情况 来影响到种子的发芽和出苗 第五个就是出苗前尽量不浇水 种植秋季蔬菜 因为这个温度很高 种子发芽和出苗都是比较快的 种完以后土壤表层呢 尽量不要去浇水 就很多人想不明白 说土壤干了不浇水 怎么能出苗 这个前面已经说过了 土壤干旱的时候 你种植前就要多浇水 如果说种完以后 然后出苗前 你去给它浇水了 太阳一晒 这个土壤表层 它就会形成一层 坚硬的那个硬壳了 这个硬壳 它会阻碍你种子的出苗的 杀质土壤还好一点 特别是那个黄土和那个粘种的土壤 如果说出现那种硬壳 种子就很难破土而出了 你稍微延迟 种子它就会腐烂了 就会导致你缺苗断苗 所以就是种完好之后 土壤保湿做好 是非常关键的 那关于这个秋季种蔬菜 我们需要注意哪些事项 今天呢就先说到这里了 希望每一位爱种菜的小伙伴 每一天都可以笑口尝开 拜拜